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是如何给乘客们供餐的呢? 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 海洋交响月号 平均每周有6600人在邮轮上度假 船上的乘客正参加上各种零食宵夜 一天可能要吃上七八顿饭 邮轮厨房一周七天 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运作 为的就是保证乘客们随时都能吃到想吃的食物 为乘客提供食物的运作团队超过1000人 每天提供的食物超过3万份 制作出来的食物不仅味道好 外观也很讲究 那么这些食物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呢? 每周六是邮轮的周转日 各种食材被送到卸妆码头 然后被送进邮轮第二层的甲板 每到周转日的时候 也是邮轮库房最忙碌的时候 这个男人叫杰瑞特 是邮轮的库存经理 负责为船上23家不同类型的餐厅采购购 每周杰瑞特都会得到100万美元的采购预算 这笔钱所购买的食材 必须足够23家餐厅不间断地为乘客提供食物 有时他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采购方案 如果孩子比较多 他就会多采购一些孩子喜欢的零食 如果上周有些食材还有剩余 他就会少进 诸如此类 周转日这天 30辆在满货物的卡车抵达迈阿密港 这些货物全部要在下午4点之前装载到船上 在装载货物的运作过程中出现任何延误 都会影响到邮轮的行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破勤功夫 仅仅是为了一周的航行 船上储备的食物和饮料就超过了60万瓦 约272吨 登船后 食物们会通过船上的专用通道被送往各个餐厅厨房 这条通道编号为F95 位于第二层甲堡 贯穿整条船的内部 据杰瑞特介绍 船上有20个不同的此方式 有冰柜 冰箱 不如是冰箱和干货储存等类型 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约号 每周要花100万美元购买各种食材 以满足邮轮上将近7000号人一周的饮食需求 采买回来的海鲜 肉类 蔬菜和水果 会被分开放在不同的冷冻储藏室里 现在储藏室被塞得满满当当的 等到一周航行结束时 储藏室基本就空了 为了以防万一 杰瑞特还会准备足够供应两天的备用水果库存 另外还有六个冰柜 专门存储冰淇淋的 邮轮上每周要消耗掉700磅的冰淇淋 保存了各种香料 巧克力和咖啡 杰瑞特和他的团队 每天都会对所有的食物进行质量检查 如果农产品成熟速度比预期要快 他们会尝试将其做成某一餐的食物 比如过熟的西兰花可以做成西兰花切打糖 这样就避免了食物的浪费 食材入库后 位于上层甲板的餐厅会向杰瑞特下订单 杰瑞特会把订单准备好 厨师们只需要下来取货就可以了 这位是邮轮的行政总处理姐 他带领的厨师团队总共有280人 一周七天168小时 全天后经营厨房 平均每位厨师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 这样不间断的工作通常持续4个月 期间没有一天休息 通常是一批厨师早上8点工作到凌晨2点 休息到下午5点继续工作 晚上9点半下班 另一批晚上10点开始上班 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10点 这样才能保证一天24小时不间断供餐 船上的厨师每周会烹饪近100种不同的菜单 所有的菜单都由皇家家乐比迈阿密总部开吓 多样化的食物才能与海洋交响运号上 各种价位的国际乘客度假相比 船上总共有36个厨房 负责烹饪所有的食物 其中还包括12家客色餐厅的小厨房 相较于主厨房 小厨房的食物种类就比较单一了 并且乘客消费需要额外付钱 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每周接待将近7000位乘客 食物消耗巨大 有超过1000人的团队 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为乘客提供各种饮食 食物消耗最大的是船上的主餐厅 主餐厅横跨第三层甲板 每晚最多可为6000人提供服务 在这用餐是不需要额外花钱的 费用包含在船票里了 在食物进入主厨房之前 需要先经过而赴95附近的一个预备厨房 这里是处理肉类的预备厨房 工作人员每周要处理约15000磅的牛肉 将近7000公斤和9700磅的鸡肉 约4300多公斤 另外预备厨房还包括蔬菜切配室 海鲜解冻室 龙虾是主餐厅最受欢迎的菜肴 每周大概要消耗掉2100磅的龙虾尾 将近1000公斤 食材预处理好后就会送往主厨房 这里是船上最大的厨房 并且按类别分成了若干小厨房 比如甜点房 面包房 冷食厨房 热食厨房等 在甜点房里 甜点师们每天会制作出100种不同类型的点心 面包房里头每天会制作4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包 满足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 在晚饭前的那一段时间 是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候 因为主餐厅里有6000位乘客在等着他们 在准备晚餐之前 笔节需要对当天供应的每一道菜 每一道甜点都进行试吃 有缺陷的要求负责厨师及时做出调整 味道和卖相都完美地继续保持 试吃完毕之后厨师们才开始正式准备晚饭 厨师们可以通过厨房里的大屏幕 看到每道菜的订购数量 和所需食材的裤子 冷湿厨房准备沙拉 生牛肉等开胃菜 热湿厨房里厨师们在制作汤 酱汁 配菜和煮菜 之后制作好的菜肴 就会一一送到乘客的餐桌上 为乘客提供食物的运作团队 包括厨师 库存工作人员 服务员和洗碗机操作员 总共有1085人 他们每年为乘客提供将近1100万顿饭 在乘客们看不见的地方 这1000多号人默默地心情复出着 感谢观看